我的天啊 小格力乔怎么在饭垃圾桶找吃的 他怎么不回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已经没有人喜欢奥特曼了 天天在这吃垃圾 脏死了 快滚回光之国去 不要打我了 不要打我了 我现在就走 小格力乔走进了一片墓地 难道是他想不开了吗 小格力乔不要做傻事啊 只见他在一座墓碑前停住了脚步 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爸爸妈妈 哥哥 我好想你们啊 自从你们不在了 没人喜欢小格力乔了 所有人都欺负我 我该怎么办啊 原来 小格力乔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都在与怪兽的战斗中牺牲了 小格力乔已经没有家人了 这时 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 无家可归的小格力乔太可怜了 只能跑回阴暗潮湿的桥洞底下 可能只有在这里 他才不会被人找到 才没有人欺负他 反正你们也不会点 不会帮助他 就让小格力乔烂我家吧 实际上 多小格力乔太可怜了 下次肯定在这也不在 对 最小格力乔太可怜的